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找瑜伽工作室 今天我给大家演示一个瑜伽提示 特别的背受我每个学生的欢迎 试一试,你会喜欢的 好吧,为做这个提示呢 你需要一些毯子 我那用的是墨西哥的那个棉毯 你也可以用一些像毛巾杯啊 浴巾之类的东西替代 然后呢,需要两个小的枕头 还有一对瑜伽伸展带 一个熏音草的眼罩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放松 好吧,我们开始进行提示 进行讲述,怎么进入这个提示 首先把这个毯子呢,像这样子 这个宽度和长度 依据你分形的大小而定 依据你自己,你的感觉 如果你感觉需要宽一点,可以用宽一点 总之,把这个毯子放在地上 这个厚度呢,也是一人而一的 OK,我呢,我放两个床上来 像这样 它可以帮助打开我们的胸腔 在当心的时候,你的胸腔是舒展的 这样会特别舒服 这样这个时候,我来做一个小枕头 你也可以用一个小枕头代替 好,放在这里 然后呢,把这两个小枕头放在这里 你看,这都像一个小人啊 你可以,好,现在我们可以躺在上面放松了 特别舒服的 OK,你坐在这个毯子的前方 然后你的双脚的脚掌心盒 你可以就这样躺上去 但是呢,如果你想更多的 打开你的棚固枪 尤其是女性的在月经期 或者是月经前 需要舒展棚固枪 那么,就更好用一个 你家的棚固枪 用一个宜家的生产带帮助力 更好地打开我们的棚固枪 这也对男性的前列线 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做呢 把这个宜家的生产带打开 这里有两个扣 然后呢,把这个头穿过去 然后再 然后呢 这里不要打结 然后分开这里 然后从这里穿过来 好,这就锁住了 然后慢慢的,这个调整长度 这个长度呢 然后把这个脚 套在你的身体里面 身体外面 古距离,这个太长对我来说 所以我要收一点 这样拉肺 它就可以收了 然后把这个脚套在这里 然后放好 注意不要把这个铁管的东西 靠近你的身体 你可以放在中间 没有靠近你的身体的地方 这样比较舒服一些 然后做好 然后做好以后 你就慢慢的 慢慢的 躺下来 慢慢的躺下来 移动你的身体 你一定要感受到你的 你的后背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胸腔是舒展的 整个 整个身体是放松的 然后两手摊开 可以把眼罩 这是薰衣草的眼罩 可以帮助你的眼睛的肌肉放松 把它罩在眼睛上面 然后把双背摊开 掌心向上 腰窝舒展 轻柔的肌肉眼睛 深深的呼吸 在这样躺着 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 是在放松中舒展 舒展中放松 尤其是工作一天以后 回到家中 满脑子的 反忧式 这个时候 在这个体式上 躺上了五到十分钟 你的心情会变得 平缓 舒畅起来 当你心情恢复平静 稳定 舒敞 愉悦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 把眼罩摘下 然后 抬起腿来 把这个 伸展带松开 然后双膝弯曲 轻轻地把身体 转向右侧 然后 双手称立 把身体称起来 这个体式呢 几乎每一个我的学生 都非常的喜欢 他们喜欢在瑜伽体式 就是说上完瑜伽体式课以后 放松的时候 在这个体式上放松 也可以 就是说 我的建议就是说 当你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中 先在这里面 在上面躺一会儿 在和你的先生和孩子 讲话 这些做饭 这样你的心情 就会舒敞很多 而不会把工作的焦虑 烦忧 带向你的家庭 好 谢谢你的收看 Namast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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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